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给你再我印象一下 蜗蜜的蜗蜗蜗 你也喜欢吃醋了 食欲很棒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投币 电赞 收藏 好 大家好 我是立坤 就到了我们家的美食餐时间 今天是我老婆做的饭 先看一下今天做的什么 不是说拉面 面条 非常难 再装 接着装 接着眼 接着眼 你也说面条是人家拉出来的 你还有兰州拉面的水平 然后还有一个日式饱饱饭 接着眼睛 接着眼睛 你吃饭了 什么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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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了呀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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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筷子放在碗里 风尔火 难道就不需要 现在 我来 Electronic 银子 下期mek 原因就是 你尸牢下期 看 beautiful 但我那么比我上轻 因为我们好像不感兴趣 上面写的是 豪宅高级车 成为了中国的国民偶像 孙盈萨 得了巨额报线 然后就介绍 就是全部加一块 就是有一亿一千万日元 真的假的不知道 这个内容咱不重要 咱先聊一下 日本那些人 对这个新闻是怎么看的 中国选手 真的是准备了这么多礼物 这么多东西的话 他们肯定会 拼命地努力拿着金牌 但是 日本的话 金牌只有五百万日元 所以又是太少了 努力和结果 只有成为正比 日本的选手才会变得更强 看上去特别年轻 像少年一样 但是有非常好的技术 真的是厉害 日本就是离中国的乒乓球 越来越近了 但是下一次奥运会 有机会与孙小姐 为中心 然后更强的中国队 也会诞生吧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 评论她的容貌的话 有点失礼了 但是 把那种长头发 然后弄现在流行的化妆 我感觉应该是相当的漂亮吧 有可能比日本的偶像团体的偶像人物 还要漂亮 这样考虑到 这是我自己吗 朋友 不只是你自己 这样考虑到中国人有很多很多 全世界伏计也会很多很多 还有一个人说 这样优待奥运选手 实际上选手才会更加努力 中国的这样做法 我觉得是非常好 在日本的话 像这样的事 有些人他们只会把钱白白浪费 钱虽然说 不是所有 但是 这样的事 我觉得是有必要做的 而且他说 日本在以前听说过 为了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他们就是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回到自己的公司之后 然后还会 因为他们缺勤 减少工资 我看过这样的新闻 在日本像这种 比较难的环境下 也会有很多奥运会选手 因为生活困难 把奥运禁牌 去卖的选手也有 这就是和外国人的差距 奥运会也结束了 最近关于一些奥运会的 一些新闻的一些评论 也就告一段落 好了 喜欢视频点下关注 记得点赞评论 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 这个影片如果喜欢的话 留言和感谢 留言和留言 还是